凯佑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凯佑 那凯佑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好 我是高雄人 我因为受就是家人的影响 我一开始是到金刚去留学 其实我原本是不会说日语的 受家人的影响是 你家人本来就有人在日本吗 应该是说我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 他们常常就是之前常常出差去金刚 对所以就是 当时我就是想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 他们就是因为也很喜欢金刚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去 就是比起像东京啊 其他的大城市 他们觉得这边比较安心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去学日语 然后又在那边念了一个研究所 那个硕士学位 然后之后就职的时候也在金刚 因为家人的影响就很自然 让你这个到日本留学首选就是金刚就对 对 那金刚其实他离东京也不远吗 对不对 对因为金刚其实他是位在 就是日本来说 他是本周的沿着太平洋 云岸的那个中部地区 所以他的距离大概是在东京 跟我们大家熟知的明谷屋 这两个大城市的中间 所以他其实从东京或者是明谷屋 他搭乘新干线 就是我们台湾朋友讲的像高铁 就是只要各一个小时就会到了 所以他地理位置算是蛮好 就是在两个大都市的中间 然后相对这个物价消费也是会稍微低一点 对不对 对因为像他不像大城市那样的像住宿啊 租屋啊 那那么的就是昂贵 对而且他的生活步调其实是比较慢一点点的 对 所以金刚还是有点像这个乡下吗 对他们来讲 对因为金刚 应该是说他的确比起像东京啊 大阪啊 民谷这些就是城市的话 他是属于是比较就是不是第一线的城市 不过金刚县呢 他其实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像他也有新干线的车站 然后在金刚车站的附近有很多的百货公司 生活机能非常的好 购物啊什么都很方便 可是他在远一点的地方就很多的茶园 然后有山可以看到富士山 然后像移到半岛这些就是温泉 就是真的是可能前不早中后不早垫的地方 对所以就是大家讲的就是很乡下 很淳朴的地方也都有 我也是看了你这本书才对金刚有这么详细的一个了解 原来这个他离富士山这么近 然后他又有这个樱桃小丸子 然后他有这个金刚茶又很有名 所以我们稍后都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那你这本书的特点啊 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交通攻略 以及这个一些套票上 你介绍非常详细 是不是跟你在金刚的工作有关系 是因为我之前在金刚就职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当地的一个私铁公司 在金刚市的金刚铁道上班 而且当时一直我一直是做有关观光的这个工作 那其实有关就是我们旅客现在就是倾向自由行的人比较多 其实大家要去哪一个地方玩 除了就是有想要去的地方 然后哪边有好玩好吃的以外 其实自由行的旅客 大家其实最顾忌的就是交通的问题 要怎么去 所以就是包含我自己之前工作的经验 我就在就是有关交通的像交通啊 还有像就是可以使用的周游券上 就是有蛮大篇幅的介绍 所以一开始我看了实在是有点这个好辛苦 因为我们实在太不习惯他们这么多元的一个交通方式 先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只有熟悉这个捷运 那国外很多这个地铁 可是他们又有所谓的这个电车跟这个火车 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差别 像就是从大城市大城市的移动呢 像在这个东海道上呢 像我们一般就是知道有东海道新干线 像就是可以从东京啊 然后金刚 然后其实明谷一路到大阪广岛去的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像高铁一样的这个快车 所以他速度比较快就对 对他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停的战术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城市的战而已 那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呢 就是像比较大的城市 像日本比较大的城市像东京啊 然后民国这种地方 他们会有像我们讲的捷运会有地下铁 对不过像在金刚呢 他基本上是没有地下化的 就是捷运或者是地铁 他是在路面上跑的 对只是在路面上跑的又有分 就是像我们台湾的话 一般电车就是只有就是台湾铁路 对然后在日本的话是当地都有很多的私铁公司 对所以就是当地的新干线这些快车以外 然后还有就是一般站站停的这一些电车 然后还有私铁的他们自己的铁道 然后还有运行的就是这一些范围都有 所以你刚刚讲站站停的电车就是在马路上走的 对跟其他车子共用的 对应该是说就是像台铁那样子 就是他会更多的站车站 然后就是一般居民就是通勤通学都可以去使用的 那你刚刚讲又有所谓的这个私铁 那他们这个是速度的差别还是说 其实私铁跟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就是JR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JR铁道 他之前他其实是国营的铁道 然后之后是因为他历史上的一些就是变更 他才现在是变成民营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在日本他们会有私铁的公司 就是只要其实是就算你不是国家营运的 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个自己私铁的公司 然后自己去就是自己的土地然后去盖铁柜 去就是可以自己有电车可以运行 所以他种类那么多就是因为他公司很多 所以有很多不同家的私铁就对 对没有错 包括之前我们熟悉的JR其实也是国营在转民营就对 对没有错 所以这样子讲是不是JR的路线是最多的 因为他可能是最早的 对像在东京的话 他就是真的是JR的线非常的多 那像在庆岗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东到西的JR 他是只有一条线 他就是贯穿整个静岗线都有 那私铁的话 他可能就是他的路段会比较短一点点 然后集中在他的某一个区域 所以你到那边你就要熟悉这个 做了这个JR之后呢 到了这个当地还要再做他们的私铁 等于是一日游或两日游这样子对不对 对 那其实呢 我们还没介绍从台湾怎么样到这个静岗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他的选择 我看静岗自己也有机场 然后到东京也可以到京都也可以 对其实静岗呢他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刚刚讲的从像东京或者是名古屋进出非常的方便 所以蛮多旅客朋友都会选择就是班次比较多的 东京成天玉天或者是名古屋机场 那像静岗呢他自己也有一个就是富士山静岗机场 那他这个机场呢是比较少型 那其实从台湾从台北也有直飞 每周有两个班机 对那因为他的班机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就是看各个朋友就是 因为时间的配合可能会选择班次多的 像东京进出或者是说他就是已经决定他要直接从静岗进出 因为静岗机场他其实到静岗的市区 只要50分钟的车程也非常的近 所以就是你如果要这个班次比较多 然后价钱比较便宜就要选这个班次最多 像沉淀或这个雨田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直飞静岗的话 是不是相对价位会贵一点 但是可以省一点时间这样 是可是其实飞机的班次价位的高地其实也是看 就是他的繁不繁忙钱 然后座位就是可能选择的人都不多 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从行程上的规划 因为假设说你可以从就是东边玩到西边 或者是就是跨区域的比较多的话 其实从东京或者市民谷进出也很方便 那如果说这一次就是锁定 就是中部地区开始 然后就是可以减少就是拖着行李移动的时间的话 那也可以选择就是从静岗机场来进出 好那我们介绍完之后 到了静岗到底开始要怎么玩 是不是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些静岗的 先讲静岗的一些特色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静岗茶 为什么这么有名 静岗茶其实是在日本的 它是三大就是明茶之一的静岗茶 然后它是在 它是全日本的就是监茶产量最大的地方 对它是监茶非常的有名 那你个人喝监茶吗 它有比较苦涩吗 其实我以前在台湾反而很少喝茶 然后去了静岗开始 就是开始喝了静岗茶 而且就是其实真的是静岗茶 像喝茶这件事情对静岗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日常生活中 就是吃饱饭也会喝茶 然后或者是平常的时候也都会 所以它静岗的监茶是直接用泡的吗 跟这个抹茶这个用搅的不一样 对因为它是就是真的是像茶叶这样子 对不过比起我们像台湾人 我们熟知的乌龙茶 它那个茶叶就是比较少一点点 而且它是偏绿 它的色泽比较淡一点点 其实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 也有卖一些监茶了 可是我有喝过这个 除了稍微贵一点之外 另外就是我觉得比较苦比较浓 不知道是不是金刚茶是真的就这样 金刚茶其实它也有非常多的产区 那每个产区的金刚茶的特色 也其实蛮不一样的 那像很有名的像挂川茶的话 它就是真的是比较就是颜色比较深 然后它是深蒸茶 那可是像有一些地方的话 像我觉得像两河内的山上 清水的山上的茶的话 它的色泽又会比较淡一点点 然后呢 它是真的就是会回甘的那样子的口味 所以金刚茶只是个笼筒的一个大的名称 但是还是有很多这个等级的差别 它的产区非常的多 就跟我们台湾这个阿里山茶很有名 大家就挂阿里山茶 那其实这个高价的跟这个便宜的其实都有 好那介绍完金刚茶 那我们来介绍这个 当然最有名是不是大家最向往的 就是樱桃小丸子 对在金刚呢 其实大家可能很熟知的是 樱桃小丸子跟富士山 因为其实因为樱桃小丸子的卡通 真的是在我们台湾人很多 就是从小到大都一直去看它 那小丸子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作者樱桃子老师 他在画他小时候的这个故事 所以就是刚刚在卡通里面 会看到富士山啊 从清水就是金刚 他的故乡这个地方是 真的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那像卡通里面有很多场景 像八川啊 然后像他各个节庆啊 他会去参加的一些像 马兹里这些日本的祭典呢 都是就是现实生活中上 就是有的祭典 所以我相信旅行团应该有推出 樱桃小丸子的这个主题旅游 对不对 对不过一般的 因为旅行团的就是行程 都是更紧凑一些 然后可能他们到清水 例如说直接到樱桃小丸子 那边有一个主题罐 对然后那边可能稍微停留一下 然后就会离开 不过像自由行很多 就是真的是小丸子迷的话 他们到了清水可能不只去这个主题罐 然后他们真的会到就是 这个八川附近啊 他的他小时候生长的这个像学校也好 他家附近的这些街道去散步 就是这个卡通里的场景 现在都可以去 没错 去那个追就对了 是 而且我知道他们那个清水 还是这个静刚的这个政府官员 是他们的名片 是不是都樱桃小丸子 是他们的代言人 对就是大家看到那个金刚市政府的 就是公务员们呢 他们的名片上 应该是说那个女孩子 他其实是就是小丸子的 做的樱桃子老师的自消想 对因为大家会看到 他上面其实是绑辫子的 对然后小丸子呢 其实他是短头发的 对其实发型是有点点不一样 不过其实他就是 他都是出自樱桃子老师的创作 所以大家看起来就很像是小丸子在那里 所以是他老师 对因为其实樱桃子老师 就是小丸子的作者 他是金刚市的城市观光的代言人 所以他们官员就是把他的这个照片 印在名片上 让你舍不得丢 好那其实当然重点还有富士山 那富士山其实他跨两个线 对不对 所以他大部分是在金刚 其实应该是说他一半一半 哦是 对那大家比较熟知的 像是河口湖 就是山梨县那一边的富士山 那其实金刚县这一头的富士山呢 跟山梨县那边的是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然后像在金刚这边 他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因为金刚这边靠海靠的郡河湾 所以其实是可以看到一边 就一起看到富士山 跟同时看到海这样子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角度 看富士山是最美的 这个问题呢 日本人山梨人跟金刚人呢 都在吵架 对都在吵架 对那其实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 看起来的角度 真的是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就是就算连在金刚里面 因为金刚它的东西 两方比较长 然后像在东边的玉电厂啊 热海这一带 可以看到的富士山 跟我们在金刚市 就是小丸子这边的角度 看到的富士山的形状 又会就是样子又不太一样 好那这本书有详细说 这个富士山有总共有五个登山口 然后有四个是在这个金刚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大中路线 都是往从哪个登山口上去 一般比较多人选择的是 金刚的富士公口 或者是就是山立县那边的吉田 因为吉田那边 他算是就是比较 就是走路的坡都是比较缓一点点的 那富士公这边的话 像很多因为日本国内来的旅客 他们可能会想从关西啊 出发的话 就是从这个方向是比较近一点点的 而且他的因为他的五合木就是 呃现在大家在爬富士山的这个起点 呃从五合木这边 他是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他到宫顶的距离会稍微短一点点 对所以这边也是就是蛮有人气的地方 哦所以从五合木开始走的话 就会比较近一点 对 所以一定要过夜吗 呃我建议呢是呃过夜的话 可能大家的体力上啊 会比较就是不会那么的累 因为我曾经登呃宫顶两次 第一次是当天来回 嗯嗯嗯嗯 对就是第一次下山是真的是强搭 就是赶着搭最后一班下山的公车 就很感觉 对非常的赶 那我第二次呢就是呃先计划好 然后呢呃在山小屋待了一晚 其实应该也就是休息了一下 然后到了半夜再继续宫顶 然后刚好呢天亮的时候又可以看到 预来宫就是我们讲的日出 对然后在下山的时候 这样子就是体力上也不会就是这么的累 所以如果要过夜的话 就是一定要先登记这个三小屋 就是上网登录 呃对上网可以去就是预约这个三小屋 可以就是写mail email 可以跟他们联络 或者是呃其实因为呃如果到夏季 可能到了真的是七月的后半跟八月的前半 呃真的是非常多人的时候 他没有预约的话可能会没有空位 让你可以休息 那我们刚刚讲有五个登山路线 是五个登山路线都有一个三小屋吗 呃基本上呢像呃像 静岗富士公跟呃山里方面的这个几天呢 他们的呃每一个每一个荷木 就是每一个上去呢都有一个三小屋 这个其实是最方便的 嗯对像其他的话 他的三小屋就是会就是相对很少 所以其实对一般就是呃旅客来说的话 还是选择这两个路线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哦大众路线 所以他相对他能够提供的床位也比较多就对了 对床位然后还有像他的可以吃东西的餐点啊 然后可以购买水的就是这些设备都会比较齐全一点 接下来讲一下登富士山有除了这个呃三小屋要先预约的话 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呃其实爬富士山呢 我觉得应该是比像台湾就是真的像想要爬玉山啊 这一些就是呃稍微就是不会困难度没那么高 因为他富士山其实是属于是火山烟 所以他呃其实是可以就是好走的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只要在装备上像就是登山鞋啊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的海拔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就是夏天你一开始走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热 那防晒的措施一定要做好 可是到过夜到清晨要看预来光的时候 温度会降的非常的低 所以保暖的措施外套也都要戴 其实只要做好这一些就是准备的工作的话 就算是新手其实要去登富士山都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就是说因为他登山的人非常多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这个平民的一个这个活动了 是很容易爬就对 对因为我在其实登富士山的时候 当然就是其实大家就是设备都会准备的 就是蛮蛮就是准备先准备好设备 因为我看真的很多小朋友 然后有很多就是爷爷奶奶们 就是都也有一起在登山 好那其实讲到金刚好像他的历史也蛮重要对不对 跟德川家康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联 先稍微介绍一下 对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德川家康 他是那个就是结束日本的战国时代的开创幕府 这个幕府政府的这个大将军 那德川家康他跟金刚这个渊源这么深 其实是他小时候就是在金刚长大的 他小时候因为就是是被当就人质 作为人质他在金刚 那他其实就是在金刚接受教育 然后读书试字 那他等到他就是成年的时候 他就是又就是离开金刚打天下 可是当他就是一统天下 这个成为天下人的时候 他其实晚年又是回到金刚 对所以就是也看得出就是 他对金刚的这个就是感情非常的深 而且他好像壮年的时候 几乎都在金刚度过对不对 是他就是之后退位之后 就是等于是他就是成为大幕府 对就是他虽然是应该是说 他表面上其实是退位 不过他其实在金刚是有掌食权 对所以他从壮年他退位之后到晚年 他都一直在金刚度过 所以是不是跟他的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九能山东 东照公 东照公帮我们介绍一下 九能山其实可能比较多朋友熟知的是像日光的东照公非常的有名 因为他是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 那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九能山的东照公 他才是就是这个原点 因为刚刚像提到说德川家康他一直到晚年 他到过世的时候其实他都一直待在金刚的郡府城 那他其实一过世的时候 当时是先上在九能山的东照公 然后之后才移到就是日光东照公去 那九能山东照公呢 他这边其实一直作为就是像家墓 就是他的家臣去祭拜的地方 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少为人知 不过呢就是其实这个全国日本呢 全国有非常多个东照公 其实他的原点原型就是都是来自九能山东照公 就是仿他的建筑就对了 是 所以他等于是第一个盖的这个东照公 对是 所以这个日本当地人也会去拜吗 没有错就是其实像 我们在九能山东照公的时候 也常常都是会有很多日本 尤其像日本人他们在过年啊 或者是节庆的时候 也都会向到神社啊 这种寺庙去祭拜 那每年过年的时候 其实九能山东照公都是金刚人非常 就是常聚集的地方 那因为德川家康呢 他就是在他的历史上的这个代表性 那其实九能山东照公 他就是想祈求一个开运的好运气 所以就是非常多的日本人 也都会就是前往去祭拜 所以他等于是特殊节日 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沾一些 这个好的福气 没错 对啊像我们拜马祖都有特别的原因 或拜关公啊 那拜这个东照公 他们的特别的原因是 就是要运气嘛 对求像开运啊 然后或者是说像工作上啊 就是求像升迁啊 就是让就是整个人 就是可以就是运气变好啊 就是有能量这样子 好那这本书呢 除了介绍一些 我们刚介绍的这些景点 那其实静岗县 它下面还是有很多市 对不对 对 静岗县 它就是它县下面有非常多的市 那像比较去 大家可能知道说 大城新干县 像它在中部就是像静岗市 那在西边的大城市 就是冰松市 对像在热海的话 大家可能知道热海这个景 其实热海是热海市 好三岛也是三岛市 没错 所以每个市都有它的这个景点 里面都介绍的蛮详细的 对我里面有就是特别像 静岗市啊 三岛热海啊 这些就是 城市旅游呢 就是有特别介绍给大家 因为其实这些地方 在静岗其实这样子的地方 像除了自驾以外 搭乘大众交通 像新干线啊 转电车 像这些城市观光都是非常容易去的地方 像我是我会觉得就是像 现在很多台湾朋友也都会在日本自驾 我觉得自己开车自驾呢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可是如果就是有点害怕 就是因为驾驶方向不一样的话 我都会觉得就是不要勉强 那其实像这些城市观光景点 你可以搭乘一般的电车也可以到 或者是新干线在转电车 就是然后到了当地之后 就可以就是在附近散步 或者是在转搭公车也都非常的方便 对这个自驾的话 就是要克服这个左右不习惯的问题 是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静岗的一些美食 好不好 我知道它这个因为靠这个太平洋嘛 所以它的海产也是非常丰富 对不对 对没有错 因为静岗它就是北面 它的富士山是连着山里线 然后其实它的南面呢 就是靠着太平洋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海港 就有很多的海港美食 对而且我知道最有名是樱花虾 那居然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金刚 一个就是台湾 对 那到底是什么特殊的地理位置 那个只有我们这两个地方补得到樱花虾 我想应该可能是跟羊流也有关系 对 然后像 那很多人问问说 那台湾的东港的樱花虾 跟日本的樱花虾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食用上的 这个吃法也还蛮有 就是都有各有特色的 像在日本呢 就是这个有比这一代呢 这个樱花虾就是鱼狮们呢 会就是做非常好的保鲜 所以甚至是可以生食樱花虾 对或者是说像 日本人因为很像很喜欢吃 像天妇罗啊这些炸物 然后他们会去裹那个洋葱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蔬菜 然后把它炸成炸物这样子 放在荞麦面上一起吃 所以有点像这个 把它变成一坨这样煎的就对了 对对对没有错 好那除了樱花虾其他这个 像鲍鱼也是很有名 对因为其实像清水港 它是全日本最大的 就是这个鲍鱼的鱼货卸货量的鱼港 对所以像其实很多人 可能像说知道像东京的竹地啊 这一些就是鱼市场非常的有名 不过其实很多这些就是鲍鱼 它们其实一开始的卸货 其实都是在清水港 然后在这边集地之后才运送到 日本各个地方去 然后除了像这个鲍鱼以外呢 它当然就是也有它的近海的一些鱼 就是近海的渔船 所以呢它不管是这种远洋的 像我们爱吃的就是这种生鱼片啊 撒西米的这种鲍鱼以外 它也有当地像竹甲鱼啊等等 就是还有像鲜鱼等等 都是在清水港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竹甲鱼就是一叶干嘛 对像找金的竹甲鱼阿吉呢就非常的有名 然后那他们会把它做成一叶干 然后像一叶干的话就是只要简单 再稍微烤过就会非常的美味 好那这本书呢其实在一开始的开篇呢 就有讲到这个十大不能够错过的这个美食 对不对 十大半熟里 来我们介绍一下纪念品好了 好就是有关纪念品呢 像大家到日本呢 我们到日本各地去玩 其实都有不同特色 然后不同当地的纪念品 那其实在金刚呢就会看到很多 不管是伴手礼也好 或者是像这些纪念品都会有富士山的形状 或者是图案 像这一些很多都是当地限定的话 就是都非常的推荐 然后或者是说像金刚茶 然后他也会有一些像茶的甜点点心 作为伴手礼也都非常的适合 金刚茶羊羹就对 对像也有金刚茶羊羹 然后就是也会有别于大家知道的 就是这些羊羹的口味 它会太甜吗 我知道台湾有些羊羹真的做的太甜 对其实很多台湾朋友会觉得 就是像日本的这个和果汁啊 羊羹就是太甜 不过像我个人就很推荐 就是金刚茶的羊羹 因为它其实是以茶为主的话 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的甜 或者是就是我也很推荐 就是清水的追分羊羹 它其实也是是红豆 不过呢就是它很特别的是 它是先要荷叶去包起来 然后去蒸过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呢 其实比较有别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就是羊羹 所以它包裹着荷叶 荷叶是直接吃吗 荷叶 最后要把它拆开 对 等于是这个 它是连荷叶一起切就对 对切下去 然后它就是有蒸过 所以它的那个 它的甜度呢 其实是比较没有像我们一般吃的羊羹那么甜 然后你这边还有介绍到什么 什么Coco 这个两个旅人小鸡 对 就是在金刚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电视广告呢 就是会有这个Coco的两个小鸡 然后他们在对话 然后Coco呢 它其实 大家如果不要容易想象 它其实像是我们的那个蒸糕 然后蒸糕里面 它会弄一点点奶油 那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口味呢 就是是比较 就是老少咸宜 然后呢 在日本人 它其实是非常著名的 伴手里 像我现在就是 就是常常就是也会有 其他的地方的朋友 就是都会拜托我 就是日本的朋友 他们都很喜欢吃这个Coco 所以蒸糕的话 它应该就比较不甜 对不对 对 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甜 对 不过因为像其实日本很多 像和果子啊 这些就是 就是吃的这些点心 就是都是比较偏甜一点点 所以他们其实就会去 配这个茶绿茶 然后说在静刚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都会 一边吃这个和果子 然后配金刚茶 对啊 因为我看到 它既然是真高的话 它相对一定就是 比较适合这个 年长者来饮用 对 或者是小朋友也很适合 好 那其实到金刚呢 还有个这个重店 一定要买的这个模型 对不对 原来这个金刚是模型之都啊 然后日本80%的模型 都是从金刚出来 对 因为就是金刚很多 就是模型迷呢 就是男生们 他会就是知道说 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然后大家一开始讲说 男人天堂是什么天堂 其实就是 我们熟知的像钢弹卡通 就是其实这个钢弹模型呢 它其实就是来自金刚 所以到金刚也拍得到 很多钢弹的一个造型吗 他有一些就是展示的地方 像他钢弹的这个万代公司也好 或者是像田工 就是也是有名的这个模型公司 或者是像在金刚车站南口 也有一个就是免费的展示厅 像这些地方 就是可以去拍到一点钢弹的 这些模型 或者是他也有很多就是贩售 就是很独特的这些模型 好那其实很多人到日本 都很爱泡温泉对不对 那金刚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温泉 对在金刚的话 可能大家大部分都很熟知的 就是伊豆半岛 甚至有的人先知道的伊豆半岛 可是不知道它是金刚 对其实在金刚的东部 就是从热海开始 热海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温泉度假地 它就是号称 以前日本人就是最喜欢的 蜜月旅行的地方 对从热海开始呢 到伊东 然后到夏天等等 或者是像我们很多 日本的像项目术师啊 这些文学作家很喜欢的 修善寺温泉 或者是伊豆西部的土肥温泉等等 都是伊豆非常有名的温泉胜利 好那伊豆半岛其实非常有名 对不对 那刚介绍的除了温泉之外 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 像在伊豆就是除了温泉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景点 例如像我们大家就是台湾人非常知名的 就是合金银 对因为其实合金它是一种樱花的品种 那其实最早就是来自伊豆的合金的这个地方 对因为一合金它很特别的是 它是在它算是早春的樱花 因为樱花可能在三月底四月开 那其实它大概在二月的时候就会开 那在二月的时候 伊豆的合金这个地方一定会涌进 全国非常多的观光客要来看 这个朝圣这个合金银 那在这个合金以外呢 其实就是合金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伊豆舞娘的这个小说 它的这个舞台 所以像是它的铁道啦 或者是就是合金七龙啊 这个瀑布啊 这些附近可以散步的地方 都是很多人会去朝圣的地方 那最后呢 一定要请你介绍一些亲子游乐的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 其实像日本的这个冲绳 它搞了很多亲子的这个公园 对不对 所以好多人喜欢到冲绳去自驾游 去环岛那个到处去玩一些亲子公园 那金刚是不是也有一些 比较适合这个小朋友亲子的一个地方 有金刚呢 其实也有很不少就是有关亲子游 都很适合的地方 像刚刚讲的小丸子这些游乐园以外呢 像例如说近年就是小朋友们很喜欢的汤马式小火车 这个来自英国国外的这个小火车 它其实在金刚的大井川铁道 它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一个就是汤马式小火车 它就是把它的蒸汽火车改成汤马式的这个样子 那就算搭乘不到汤马式小火车 因为它是非常的热门 然后像就是搭乘蒸汽火车 然后可以边吃火车便当 然后就是这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兴奋 或者是像在挂川也有这个花鸟园 然后就是小朋友们也可以就是跟这个小花鸟 就是这个做近距离的接触 或者是像在伊豆半岛的仙人掌公园 可以去喂这个河豚 河豚 对 所以河豚就是很会竹槽的那水坝 会到处破坏水道 然后挖槽的那个河豚 对 不过那个就是在大家的眼中 它其实是体积是比较小一点点 而且是比较可爱的 然后呢在伊豆的就是他们呢 就还会就是冬天还会泡澡 然后非常的可爱 然后或者是在伊豆高原附近 也有那个泰迪凶的主题馆 对这个也都是小沛 就是亲子游非常热门的地方 那最后凯佑来帮我们总结你这本书好不好 金刚哦还有 在金刚呢 因为就是他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些 而必去的观光景点之外呢 就是在金刚呢 你还可以就是 例如说去喝金刚茶 然后可以去找到很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看富士山 然后去做这些当地的体验 然后去看小丸子 那除了茶以外呢 像近年就是以心情像这些咖啡的风潮 或者是除了喝茶 也有这些茶的冰淇淋啊甜点 然后这些呢 其实都是只有当地 就是才可以去体验的 所以不管是买纪念品 可以带回来台湾 或者是当地的做这些体验 都是就是有关 就是在金刚旅行 都是一件很推荐的事情 嗯 那呃有些人如果觉得他日语不行 他没有办法自助游的话 他想要跟团 那如果他选择有金刚的团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个金刚团 有什么一定要去的地方 不能错过的 呃不过呢 我有发现呢 就是在台湾目前呢 有几个就是金刚团的 嗯 这些就是也都非常的经典 那他们其实也都安排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例如说就是像呃 他可以就是呃 可能包含东京或者是明古屋 那像他他们几乎会去 也都会到像小丸子这边 或者是像去伊豆 会去住一晚 所以其实像这一点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行程 嗯 好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呃有机会 不管你是自助游或者是跟团都可以买这本书来参考 那你就可以去对照一些行程哦 嗯 到底有哪些他们这个呃 这次有跟到 这次呃 没有跟到的呃 透过这本书可以让你更详细的了解金刚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作者卡佑 谢谢